那接着咱们再来进入的是此处这个考点了 谈的是效率待定的民事行为 像这个点呢 我是把第四章的内容提前到本章来给大家做讲解的 那是为了保持整个体系的完整性 那在这个考点当中 最关键的就是无权处分情况下的处理 特别是它的合同效力 这合同效力到底会如何 这个咱们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好 现在我们首先先来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效率待定的民事行为都包括哪些 好 这个先需要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我之前也说了 这个效率待定往往是由于能力有欠缺导致的 好 正因为能力有欠缺 那后续就需要真正的权利人来进行追认 能追认它就是有效的 否则就没有效力 好 这个大体了解了 那现在具体做展开 好 看到一共有三种情况 那第一种情况就是行为能力有欠缺 这个主要针对的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如果做的是自身不能独立实施的事情 同时又不是纯获益的 而且这边如果是合同行为的话 那就应该界定为效率待定的合同 这个我们之前是讲过的 再有就是代理能力有欠缺 那简单说就是无权代理 好 无权代理咱们还得关注 后续是怎么说的 到底是合同行为还是单方面的行为 如果是合同行为的话 那确实是属于限制待定的 好 这边应该这么理解 在这种状况下呢 我们是需要考虑背后的真正权利人 也就是被代理人能不能进行追认 他如果能追认 那这个代理就是有效力的 否则代理没有效力 好 这个咱们了解 那接着还得补充说 刚刚我留下负笔的那个事情 就是如果他是无权代理情况下的 单方面行为呢 那这种单方面行为应该是无效的 所以做提示一定要看仔细了 是合同行为还是单方面行为 好 这个了解 那接着就是处分能力有欠缺了 好 处分能力有欠缺 简单说就是无权处分 那无权处分 我说了 这是本考点当中的一个重点内容 好 这边需要进行分解 得考虑是无权处分情况下的 误权行为 还是合同行为 因为这边效率的界定是不一样的 那一个是效率待定的 一个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所以现在我结合一个小例子 来给大家说一说 好 大家跟我一起看一下 这块甲呢 他有一台电脑 然后委托也去进行保管 好 通过这个表述 我们知道 这个电脑假是有所有权的 但是已没有 好 已没有所有权 他就不能随随便便的去进行处分 好 所以这块 如果他把假的电脑卖给了饼 那肯定就是一个无权处分的行为了 好 这个咱们知道 好 那现在我们首先先来分析的就是乙丙之间的合同 要看看这个买卖合同 它的效率到底会如何 首先我们注意到 这合同已经签好了 那意味着这块合同是成立的 再者想到双方是有行为能力的 而且这个意思表示也真实 另外呢 这块是卖电脑 它肯定是合法的 所以这样看下来 这个好 这个买卖合同 它是有效的 好 无权处分情况下的买卖合同 它是有效力的 这个呢 其实是依据了最新的买卖合同的司法解释的 所以这点咱们要记牢了 好 然后进而我们要分析的 是乙丙之间的误权行为 那这块探讨误权 也就是在分析这个电脑 它的所有权归属的问题 这个所有权到底是归假呢 还是归丙 像这个事情其实是效力待定的 也就是说这个结果不太确定 一定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那第一种情况就是假事后是有追认的 他点头同意了 好 那意味着乙业在把电脑卖给丙之后 这个假追认了这件事情 那他既然追认了 那丙最终是可以获得电脑的所有权的 那或者是这个以事后得到所有权 那意味着在卖掉电脑之后 他又从假的手上把这个电脑买过来了 那买过来了 他真正拥有这个所有权了 那现在再去进行这个处分 那肯定是合情合理的 对不对 所以这种状况下 这个饼是最终可以获得电脑的所有权的 好 接着再来看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比较特殊 是我们后面章节会给大家介绍的 善意取得的问题 一旦此处的饼符合善意取得制度 它同样是可以获得所有权的 那这个善意取得怎么理解 我后续在教材第三章 会有一个相应的专题 来给大家做介绍 现在呢就不再追述了 好 接着再是其他的情况 那其他情况意味着不符合前两条 不符合前两条 那这块饼就没办法获得所有权 那意味着这个所有权 依然是在假的手里头的 所以你看这块结果是不太确定的 因此我才说 这个好 是一个效率待定的情况 那意味着这个结果 好 结果有可能有多种 对吧 有可能是饼得到所有权 有可能是假 依然获得所有权 所以这边才说 勿权行为效率待定 那这个再做题时 一定要看仔细了 看这边到底问的是所有权归属的事情 还是买卖合同效率的事情 好 这个咱们都明白 那事情还没有完 那刚刚呢 我也说了一段话 我说 这块界定买卖合同 它是有效的 它的法理依据是买卖合同 司法解释 好 但是其他的合同 并没有出司法解释 所以如果是其他合同的话 注意在无权充分的情况下 它依然是效率待定的 好 像这个问题呢 我也给大家 稍微做了一个补充说明 我们来看此处这个小例子 说这块甲呢 把这个电脑委托乙去进行保管 但是此处这个乙 它并没有把电脑卖掉 而是把这个电脑抵押给了饼 好 像此处呢 我们就需要分析了 好 首先先分析这个背景 你看 这块虽然没有卖 但是做了抵押 它依然是一种无权处分 对吧 知道是无权处分了 那现在我们首先先来分析的 就是啊 好 就是以饼之间的合同 看一看这个抵押合同的效率到底会怎么样 我说了 前面一句是由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 但是 好 但是其他的合同并没有出相应的司法解释 所以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 它的效率是待定的 所以请记得 这块是效率待定 然后呢 就要分析这块的误权问题了 那误权问题 也就是看此处抵押权的这个归属 这块这个饼到底能不能获得抵押权呢 那这个事情就是效率待定的了 得看这块甲是不是能够进行追认 得看这块是不是能够符合善意取的制度 如果能够满足的话 那就是啊 好 那就是饼可以获得抵押权 否则就不行了 所以你看 这块结果也是不太确定的 依然是效率待定的情况 那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结论也就相应的出来了 大家跟我回顾一下 这个无权处分咱们一定要看清楚问的是什么 问的是这个误权还是合同 如果是误权 那答案肯定是效率待定 如果是合同 咱们得分解 得看是买卖合同还是其他合同 如果是买卖合同 那肯定是有效的 但如果是其他合同的话 那就是效率待定的了 那这样的话 整个种类部分就给大家相应的分析清楚了 这块一共讲到了三大块 讲到了行为能力有欠缺 代理能力有欠缺 再也就是处分能力有欠缺 这个一定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那这些咱们都看到了 那接着要来给大家说的 就是效率待定情况下的一些具体处理了 好 这一边我们首先先介绍的是行为能力有欠缺 看这种状况 我们应该怎么办 好 现在结合小例子来给大家说一说 这例子讲的是AB之间有买卖房屋的事情 这个A今年15岁 那意味着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然后关注到他做这个事情时 父母并不在旁 那意味着没有法定代理人代理 同时这个年龄卖房屋确实有点不太合适 对吧 意味着与年龄之力是不相当的 再者这个事情不是纯获益的 又是一项合同行为 所以这边应该是一个效率待定的合同 既然是效率待定合同 那意味着这块我们得关注背后真正的权利人是不是能够进行追认 那此处真正的权利人就是A 他的父母 也就是他的法定代理人 看看法定代理人是不是能够进行追认 好 像这个故事中提到了C 那如果这个C听到整个的情况 觉得自己儿子卖房子的价钱还挺合适的 他追认了 那意味着这块的合同是有效率的 但如果他拒绝追认 或者在被催购的情况下 一个月内没有做表示的话 好 像这种没有做表示 那意味着 意味着是不答应的 所以这块合同是没有效率的 所以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 得看我们这个C是不是能够进行追认了 那这些咱们都看到了 那接着再来关注的是此处的B 也就是这个第三人了 好 这个第三人 他其实也是拥有权利的 这块一共拥有两项权利 第一项就是催告权 那意味着这块的B是可以催告C 赶紧的去进行追认的 而且这边还有个补充的说明 说无论善意第三人 还是恶意第三人 都会有这项催告的权利 好 这块的善恶到底应该怎么去解读呢 好 这个并不是指这个人是善良还是凶恶的意思 在法律上 他是有特定理解的 他在谈的是是否知情的意思 如果一开始B在和A签这个合同的时候 他不知道A是15岁 不知道他是限制女士行为能力人的话 那他就是善意的 但如果他知情 那他就是恶意的 好 所以善和恶应该做这样的理解 我们后续很多章节都会用到他 所以一定要解读清楚 好 这个咱们清楚了 同时关注到 这块是无论善恶都有催告的权利的 好 但是相别想权利就不一样了 相别想权利是撤销权 这个要求比较高 好 必须得是善意第三人才会拥有这项权利 你看 这块只有B一开始在和A签合同时 不知道他是限制女士行为能力人 那时候才可以进行撤销 撤销A比之间的这单合同 而且这块还有时间要求 好 时间要求就是得在这个C追认之前 好 追认之前是可以进行相应的撤销的 这样的话 这个权利部分咱们也就通通看完了 注意到这块的法定代理人 他有追认权 那这个第三人 他是有催告权和撤销权的 好 这些咱们通通了解 那相应文字部分呢 我就不再给大家念了 大家自行阅读一下 好 这些都看完 那接着还有一个小的注意事项 想来给大家提示一下 好 也就是这个追认权和撤销权 他们是属于行程权的范畴的 但是催告权 他不属于行程权 好 行程权这个概念 我之前是给大家说到过的 那意味着单方做意思表示 事情就能产生效果 好 像这种权利就叫做行程权 那我们分析一下 像这个追认权 只要我们这个法定代理人说要执认了 那就可以产生追认的效果 那确实是属于行程权的 再有这个撤销权 只要我们这块的这个B 它是一个善意第三人 对吧 善意第三人 他提出撤销 那就直接可以产生撤销的结果 那确实好 确实符合此说的概念 所以这两项是属于行程权的 但催告就不同了 你想一想 这块我催了 那还得看我们这块法定代理人是什么态度 他是不是能够进行相对追认 对吧 所以这块好 这块不是单方做意思表示就能成的 因此就不界定为行程权了 好 所以这句话咱们也就弄懂了 好 弄懂了 我们整个第一块的相应处理已经全部了解了 讲到了三项权力的问题 好 这些OK 那接着咱们再来看到的是第二块了 也就是代理能力的欠缺 那这部分的处理呢 我们后续会有个专题 也就是在无权代理部分 我们会详细讲 所以现在暂时放一放 好 接着再来进入到第三块 也就是处分能力的欠缺 这部分内容呢 我刚刚呢 已经给大家非常详细的说了一次 现在呢 我们再把法条稍微捋一下 好 首先括号一 说当时一方已出卖人 在缔约时 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 或者处分权为由 主张合同无效的 那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好 你看这个表述 说到缔约时 对标的物没有处分权 那不就是无权处分吗 然后注意到 这边在探讨的是一个买卖的事情 因为他说到出卖人了 对吧 那这边也就是在分析 这个买卖合同的效力 说这边要主张买卖合同无效 法院不予支持 那就意味着 这个买卖合同是有效的 这就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番话 说无权处分情况下的买卖合同 它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对应的法条 咱们要会写 好 看清楚了 那接着咱们再来看到的是括号二了 这个括号二谈到的是维权的问题 也就是买售人如果最终没有获得所有权的话 那这块他可以怎么去处理 好 这边我们一起来阅读一下文字 好 说到出卖人 应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 致使标题五所有权不能发生转移的 好 你看 这个买方 他没有得到最终的所有权 那他可以有两条选择 一条选择 就是可以要求出卖人 去承担违约责任 那或者怎么办呢 那或者要求去解除合同 并主张损害赔偿责任 那这两条路法院都是会支持的 好 这么空说 大家可能感受不太明显 我们现在结合刚刚的那个例子 再来给大家往下去深入一下 好 看到这个甲 让乙去保管自己的电脑 结果这个乙呢 却把电脑给卖了 卖给了饼 那说明这块是无权处分的 好 那现在我们就就着这个物权行为来探讨一下 我说过物权行为 它是效率待定的 好 那意味着这块所有权归属是效率待定的 那这个事情就要分情况讨论了 我之前也讲了 如果这块这个甲没有追认的话 好 同时这块不符合善业取的制度的话 那这边意味着这个饼 是好 是没有办法得到所有权的 那这个所有权依然是在甲的身上 好 这个情况我们之前是介绍过的 那现在关键就是要研究 这个饼的事情 你想一想 饼最终没有得到所有权 他肯定非常气愤 对吧 因为他签了这个买卖合同 却没有得到这样东西 好 那这时候他可以怎么维权呢 我说了 维权的路数有两个 那一个就是可以去要求 也承担这个违约责任 好 为什么可以要求也去承担违约责任呢 因为我们知道 以饼之间是有一个有效的买卖合同在这的 既然这合同是有效的 那这块完全是可以找这个卖方去承担违约责任的 所以这条路是没有问题的 那接着还有一种选择 那还有一种选择 他就想了 反正最终都没有拿到所有权 那这块干脆就解除合同吧 所以他可以提出解除合同 然后呢 他可以主张也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因为这边最终害的他没有得到这个所有权 所以这块好 这块他是有受到损失的 所以可以要求也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那这样的话 两条路咱们也就通通都看到了 知道这个买方在没有得到所有权的情况下 应该如何进行维权了 好 这个OK 那整个效率待定部分的这个具体处理也都给大家讲完了 好 那这个讲完 现在要给大家整体的去对比一下了 对比无效行为 可变更可撤销行为和效率待定行为 想一想他们产生的原因 以及这个对应的后果 像无效的话 好 他往往是有硬伤 那这个可变更可撤销呢 往往是意思表示当中有瑕疵 那到了效率待定部分 我说到的是能力有欠缺 对吧 这个想起来了 然后要对应看一下他的后果 那这个无效的话 他是自始无效 绝对无效的 那这个可变更可撤销呢 那这块有讲到他的这个撤销权的有效期的事情 说从知道开始算一年 一年内 他是好 他是有权提出这个变更撤销的 那这边一定要找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去进行相应的申请 那如果没有去做申请的话 那这个合同会继续有效下去 好这些想起来了 那最后就是相立待定部分 那相立待定得看背后真正的权利人能不能进行追认 那如果能够追认 那这块就是好就是有效的了 好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对比也就相应的了解了 至少大体的印象我们应该是能够形成的了 那这些咱们统统都OK了 那现在来做一道单项学题 说09年5月8日申作为陈租人予以订立房屋买卖合同 约定将丙的房屋于同年7月1日出售给也作为办事处 好通过这段话的阅读我们发现这房子是属于丙的 那这甲呢 他仅仅是一个陈租人的身份 好他对这房屋目前并没有所有权 可是他现在呢却和乙丁立了房屋买卖合同 那可见这块行为是一个无权处分行为 好这倒是无权处分了 那这边我们首先先界定一下这个买卖合同的效率会如何 好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无权处分 他的这个买卖合同是有效的 刚刚呢我是特地给大家说明过的 对吧那知道这块是有效 而且是从5月8日这个签订的时候起就已经生效了 好所以想清楚这个时间点 想清楚这个效率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 看到同年6月10日 这个甲向丙购买该出租房屋 那意味着这块是有一个事后的购买的 然后也办了这个产权转账手续 那这个甲拿到了这个房屋的所有权 那后续在7月1号的时候 他肯定就可以把这个所有权顺利的转移给这个乙 最终这个乙是可以获得这房屋的所有权的 那这些甲们都分析到了 那现在要问的是 关于该情形下的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好 A项甲鱼乙于5月8日所签买卖合同 因甲对该房屋尚无处分权而无效 好你看 这边在分析的是买卖合同的效率 我特地说过 无权处分 它的买卖合同是有效的 好 所以这块不可能是无效 那这个有没有处分权 它其实影响的 无非就是一个误权行为 无非影响这个所有权归属的问题 它不可能影响到我们买卖合同的效率 好 这个了解了 再有就是B项该买卖合同可以撤销 错了 这个不属于可变更可撤销合同 再有C项该买卖合同在5月8日极为有效合同 这个刚刚已经分析过 这个无权处分的买卖合同 它是有效的 而且在签订时 也就是5月8号就已经生效了 好 再有就是D项 B项说该买卖合同 必须经过并的追认后才有效 否则均无效 好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说 它是效率待定的情况 而且咱们要关注 这块说的可不是所有权归属的问题 他在说的是买卖合同的效率 我说了买卖合同 它直接就是有效的 它根本就不是效率待定的 这误权行为才是效率待定 所以这边D项下说法是错的 那这样的话 这道题最终要找到好找到正确的 那就是此处的D项上了 好 这道题咱们搞定清楚 那整个效率待定部分已经全部给大家讲完了 那效率待定 首先需要能够体会的是它的情形 知道情形包括哪些 再有呢 就是能够对一些权力有所了解 知道在行为能力有欠缺时 这几个权力应该如何去处理 这个追认权 撤销权 催告权 到底应该怎么办 好 这些咱们通通都OK 那关于效率待定部分 咱们也就说这么多了 那接着咱们再来进入的是此处这个考点了 谈的是负条件和负期限的法律行为 像这个点近几年一直没有出口考题 所以相对来讲 它的重要性程度是比较低的 好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需要关注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位置 还是需要大家好好的看一看的 就是能够结合例子去做判定 判定它到底是负条件的 还是负期限的 好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说明一下 首先先来说的就是这两个词的对比 好 我们结合例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第一个例子说的是 如果你明年通过英语四级考试 我就送你一台笔记本电脑 好 这个非常明显 是附加了条件的 那条件就是明年通过英语四级考试 过了就送 不过就不送 好 再来关注这个事例二 说到今年暑假 我送你一台笔记本电脑 同样是送笔记本电脑的事情 好 这块就变成附加期限了 这个期限是今年暑假 好 这个我们通过形象画的例子 已经感受清楚了 但是到底应该如何去应试呢 所以这块我们还是需要相应的去找到规律的 那这个规律就是 负条件的话 这个条件是不一定成就 不一定满足的 但如果是负期限的话 这个期限它是一定会到来的 所以两个有非常明显的不同 好 现在我们再结合刚刚那个例子来相应的强化一下 你看这块说今年暑假 好 今年暑假 它一定会到 所以这个就是负期限的 然后再想刚刚那个事例一 事例一说明年通过英语四级考试 那有可能通过 有可能不通过 所以这个就是负条件了 因为条件它是有可能成就 有可能不成就的 好 说到这个位置时 马上有同学要提出一一了 他说老师不对吧 你看这个事例一他有说到明年这个词啊 那明年不就是一个期限吗 好 注意 看问题一定要关注它的本质 我已经说了 区分这两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啊 好 在于这个条件它是不一定成就的 而期限它一定会到来 像这块 好 这块这个相应表述 它的本质在于 明年到底是能过还是不能过 那是有可能成就 有可能不成就的 所以它一定是属于条件的范畴 好 这个咱们表写了 好 接着再一个小例子 比如说 你的父亲如果去世的话 就怎么怎么的 好 这块是负条件还是负期限呢 好 这边就应该想到刚刚那个结论 想一想 这个父亲去世 它是 好 它是一定会出现的 生老病死了 那一定会出现 对不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属于期限的范畴 所以做提示 一定要按照我刚刚讲过的方法 来相应的进行判断 好 这个都知道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往下看 好 说到负条件时 我已经讲了 条件不一定满足 所以这块结果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但负期限不同 那负期限 期限 它是一定会到来的 既然一定会到来 那这个结果就是确定的了 好 这些咱们通通了解了 那了解之后 接着咱们要关注的是此处的称位 好 这个称位咱们考试当中也是会涉及的 好 我们首先先来看的是这个事例一 事例一刚刚说了 它是负条件的情况 那这块呢 是负了一个生效条件 因为这边的这个条件一旦满足了 一旦明年通过英语四级考试了 那这块就会把电脑送出去 对吧 相当于这边也就生效了 也就实现了 好 所以这块是负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 也叫做负延缓条件的法律行为 好 这个事例一 OK 那接着咱们再来看到事例二 好 事例二 我刚刚讲过 它是负期限的 好 它负的是什么期限呢 负的是生效期限 那意味着这个今年暑假 这个期限一旦到了 那我就会把这个电脑送出 意味着这块就会出现生效的情况 好 这个感受到 然后它还有一个称谓 叫做负使期的法律行为 好 这个OK了 接着进入事例三 事例三说 今年5月1日 我们解除房屋租赁合同 首先我们先来判定 它是负条件的 还是负期限的呢 好 这个我们很明显就发现了 它附加的是一个期限 因为今年5月1日 它一定会到来 所以这个叫做负期限的行为 然后再来分析 这块是负生效期限吗 那显然不是 因为它目前是已经生效的了 那等到5月1号的时候 它会解除 它会失效 所以这块应该是负失效期限的法律行为 也叫做负中期的法律行为 好 这个OK 那接着再来往下走 进入到事例四了 好 说的是 如果我儿子回北京工作 我们的房屋租赁合同就会解除 好 这块我们先得判定 它是负条件还是负期限的 好 注意到此处说 儿子回北京工作 那有可能会 有可能不会 就留在外地 所以这边是有可能会成就的 像这种一定是属于负条件的范畴了 好 知道是负条件的了 那接着还得分析 是负生效条件 还是失效条件呢 好 这个不难判定 因为目前这个房屋租赁合同 它是有效的 出现这种情况 它才会解除 所以这边附加的是一个解除条件 附加的是一个失效条件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四种情况 它相应的称谓也就给大家通通介绍完毕了 好 这个称谓说到 那下面要来给大家谈的是状态的接定问题 这个在考试当中也是有可能会涉及的 好 我们现在结合例子来给大家说一说 好 首先先看第一个例子 我们就不妨想刚刚的实例二 说今年暑假 我会送你一台笔记本电脑 好 如果这个事情是在1月1号商量好的 意味着1月1号已经把合同签了 那合同签了 那意味着这个事情已经成立了 好 那现在它生效了吗 好 显然还没有生效 要等到暑假时 它才能生效 要等到暑假时 才能把这个笔记本电脑送给对方 对不对 好 所以这块一定要等到期限到达 期限到达时 它才会生效起来 好 如果这个例子说的是负生效条件呢 那肯定要等到条件满足时 条件满足时 它才会生效 那在这个之前 那都是啊 好 都是处于已成立为生效的状态 好 所以这个状态 咱们一定要会说 如果写成 这块是失效的 那就是错的 必须得写清楚是为生效 好 这个看清楚了 好 接着咱们再来往下走 往下走说的就是负失效条件 负失效期限的状况了 好 对于这种状况 我们就不妨想一想 刚刚的事例三和事例四 好 在这个条件满足 期限到达之前 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 那显然 刚刚那个房屋租赁合同 它是有效力的 是生效的状态 好 那一旦条件满足 一旦期限到达呢 比如说 那个五月一号到来了 那这边房屋租赁合同 就会解除 意味着它就会失效 好 所以这个状态 应该并不难判定 从考试来看 比较爱考的是第一块 好 爱考这个成立 未生效的状态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 能够结合例子 相应的判定出来 好 这些统统都OK了 那接着再来看到第三点 也就是负条件的这个条件 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 好 这块介绍到了条件的四项特征 建议大家结合例子体会一下 好 首先第一个特征 就是事情得是将来发生的 不能是过去的事情 因为过去的事情 已经是继承的事实了 那就不能成为条件了 好 举个例子 比如说08年北京 如果能够深奥成功的话 我就怎么怎么地 好 想一想08年北京肯定是已经升奥成功的了 所以这个就不能称作是条件了 好 再往下看到第二个特征 说条件得是不确定的 像确定的事情肯定是不成的 好 因为一开始介绍条件时 我说了 条件是不一定会成就的 那说明这块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好 来个例子 说太阳如果从东边升起的话 我就怎么怎么地 好 我们都知道太阳肯定是从东边升起的 这是确定的事情 所以不能够成为条件 再有第三个 第三个说条件得是约定的 不能是法定的 好 想到合营企业合作企业它的合同 如果此处说合营企业合作企业的合同 想要升效的话 好 这块的条件是批准 好 要经过批准才行 那请问这个条件对吗 注意 这块条件不对 因为这个事情是法定的要求 法律明确规定 向合营企业合作企的合同 想要升效 是需要经过批准的 所以这个根本就不需要经约令 根本就不应该作为这个条件存在 好 这个体会到了 再有就是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 说到这个条件得是合法的 不能是违法的事情 好 来个例子 说 如果你明天能够抢劫成功的话 我就送你一台笔记本电脑 好 我们知道抢劫这个事情 它是 它是违法的 那就不能 好 不能称作是条件了 好 所以这四个要求 我们也就通通看清楚了 好 清楚之后 那接着再来往下走 往下走 说到这个法律行为 好 这个法律行为当中 哪些是不得附加条件的 好 讲到了两块 一块就是条件 与行为性质相违背的 比如说 像这个法定抵消 你看 都说到法定抵消了 那一定是有法定的要求 所以这块是不得附加条件的 那接着是成对 那成对是我后续讲票据法师 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概念 到时候会说 成对 它是无条件付款的意思 都说到它是无条件付款了 那这边怎么可能附加有条件呢 好 所以这个 好 我们要关注到 它是与行为性质相违背了 好 体会清楚之后 接着是条件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或社会公德的 比如说 像结婚 离婚这样的事情 那就不可以附加条件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的这个条件要求 也就相应的 给大家解读清楚了 好 清楚之后 那接着 咱们再来看到的是第四点了 也就是特殊规定 虽然是特殊规定 但是在考试当中 依然是可以出题的 可以结合小例子 来考察你 好 我们来看一看此处的表述 说当事人恶意促使条件成就的 应当认定条件没有成就 当事人恶意阻止条件成就的 应当认定条件已经成就 你发现这块事情都是反着来的 越想让事情成 越认定没有成 越想阻止它成 那这块越是认定已经成了 好 所以这块我们读下来 发现有一种有心灾花 花不开的感觉 好 这个体会到了 那接着还得关注这个表述当中的两个关键词 一个关键词就是这个恶意 得看这块去阻止 这块去促使是不是那种恶意的行为 那另外就是得看做这个事情的人是谁 是不是当事人 如果是当事人 那才符合此处有心灾花花不开的结论 好 这些这么空说 大家感受不太明显 现在我们结合例子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好 这个例子说的是 甲打算卖房 卖椅是不是愿意买 那这椅呢 一向迷信 就跟甲说 如果明天早上七点 你家屋顶上来了喜鹊 我就出一百万 好 去买你家房子 那这个甲同意了 好 这块我们首先先要分析 分析一下这个法律行为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 好 它到底是负条件还是负期限的呢 你看 这块表述说的是 明天早上七点 你家屋顶上来喜鹊 那七点的时候 喜鹊有可能来 有可能不来 所以这块是不一定会成就的 因此 它是附加了条件的 知道是负条件了 那接着再来想 它是负生效条件 还是负失效条件呢 好 这块 它说的是 一旦喜鹊来了 那我就会出一百万 去买你的房子 说明这个时候 好 这个时候就会兑现 就会相应的生效 所以此次的性质 我们判定出来了 是负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 好 知道之后 那接着往下看 说已回家之后 十分后悔 那第二天早上 七点差几分时 看到确实有一群喜鹊 停在贾家的屋顶上 那现在就要看后续的情况了 看一看七点钟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好 这块第一种情况 说如果这群喜鹊 一直不飞走 那说明七点钟 它还在 好 那不就说明 这个条件已经成就了吗 那条件已经成就 那这个乙 就应该掏钱 买下家的房子 那接着 咱们再来看到第二种情况 说如果乙 把喜鹊赶跑了 导致七点 再无喜鹊飞来 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乙的身份 是合同当事人 那本来 他回去想着想着 就有些后悔 那现在 他做出这么事情 那显然是恶意的 对吧 他恶意的 在阻止条件成就 那这块你越想阻止 那越是视为 条件已经成就了 好 既然条件已经成就 那也就应该花一百万 去买下假的房子 好 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接着再来看第三种 第三种说 如果这块 是假不知情的儿子 拿起弹弓 把喜鹊打跑的 导致七点 再无喜鹊飞来 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好 你看 这块导致啊 好 导致七点 再无喜鹊飞来 这个条件没有成就 那这事情是谁引发的呢 是假不知情的儿子 引发的 那假不知情的儿子 他并非合同当事人 那既然不是合同当事人 那就不符合前面所讲的 那个有心栽花 花不开的条款 好 那说明这块是天意如此 偏意让条件不成就的 好 所以像这种状况 也就无需进行购买了 那于是三种状况 都给大家相应的分析清楚了 好 这个分析清楚 那现在整个条款都说明完毕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题 做一道多项性的题 那题目说的是 张某与李某签进了一份卖卖合同 约定如果张富明年去世 则张某将其房屋以120万元的价格 卖于李某 好 这段话咱们看到了 那现在首先先要分析的 就是这个事情 它是负条件的 还是负期限的 好 关于去世的问题 我前面是举过一个例子的 当时说的是 如果你的父亲去世 就怎么地怎么地 好 当时我讲了 这个是负期限的情况 好 因为去世 它是一定会出现的 所以才是负期限的 好 那那个例子 和我们此处这个表述一样吗 注意是不太一样的 这边讲的是 如果张富明年去世 你想 张富有可能明年去世 也有可能后年 大后年 那说明明年去世 它是不一定会成就的 那既然不一定成就 那说明这块是负条件的状况 好 知道是负条件了 那进而我们要分析 它是负生效条件 还是失效条件呢 好 你看这边后半节话写的是 如果张富明年去世 那这个张某就会把房子以120万元的价格去卖给李某 说明到时候会成交 到时候会兑现 到时候会生效的意思 所以此处应该是付了生效条件的合同 付了延缓条件的合同 所以这边A选项说付延缓期限的合同 那就不对了 好 这个看完 那接着往下走 往下走说到合同签订后 房地产市场普遍涨价 那李某为了促使合同生效 四年顾兄杀死了张富 并要求张某履行该合同 好 我们注意到 这块李某 他是合同当事人 那现在这个当事人 他为了自身的利益 为了促使这个合同生效 他做了什么事呢 他顾兄杀死了张富 好 顾兄杀死张富是恶意的在想促使这个条件成就 你越想促使 那越视为条件不成就 那既然条件不成就 那这块好 这块张某就不必履行该合同了 所以D项是对的 而C项是错误的 好 这个咱们知道了 那接着再来看到的是B项了 那B项谈的是这个合同状态的问题 说该合同尚未成立 好 有没有成立 我们关键分析他有没有去签订 像此处这个合同他已经签了 那已经签了 意味着他已经成立了 所以这个B项它是不对的 像此处这个合同应该是属于已成立 但是最终没有生效的一个情况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这道题也就分析清楚了 最终选择表述不正确的 那应该是此处的ABC项目选项了 好 这道题咱们搞定 整个负条件 负期限的部分也就是这么多了 那这些咱们都OK了 那现在有必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了 因为关于法律行为的若干个考点都给大家说明清楚了 所以现在想给大家通过思维导处的方式归纳一下 好 首先我们先回顾的是一些基础性知识 好 想到什么叫做法律行为 这个部分我们是提到了三个要点的 再有就是关于分类问题 这边得把握的是典型例子 好 比如说哪些是典型的单方行为 哪些是典型的要事情为 这个咱们要绘 还有就是关于发的行为 它的生效要件 这个实质要件 咱们需要好好关注一下 一共提到了这三点 好 这个OK了 下面就是关于效率有瑕疵的行为了 有提到无效 可变更可撤销和效率待定三种情况 所以这个咱们要学会归类 好 首先我们先回顾的是无效的部分 这个考试中可能会出一些例子 让你去进行判定 那你判定它是不是属于无效的状况 好 这个咱们要把基本思路回顾起来 好 有可能是因为行为能力的问题而导致无效的 有可能是因为意思表示不真实而导致的 再有就是有可能由于这个标的不合法而导致无效 好 这边还得把相应的细节明确一下 比如说像意思表示不真实时 要注意是欺诈胁迫还是趁人之威 如果是趁人之威的单方行为的话 那就是无效的 那如果是欺诈胁迫呢 好 欺诈胁迫 它的单方行为同样是无效 那如果是合同的话 得关注是不是损害国家利益 好 那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条款 我就不再给大家一项一项去念了 好 这个回顾起来了 那接着就是可变更可撤销的部分了 这个首先先得关注的也是情形 同样是要学会归类的 那另外就是撤销权的行驶问题 那有提到这个行驶人 还有就是行驶的时间 那时间呢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核点 说的是知道起一年内去进行行驶 那另外要注意 这块可变更可撤销合同 它是有选择权的 既可以选择变 也可以选择撤 还可以不变不撤 让它继续有效下去 但是一旦选择撤销 注意撤销之后 它是自使无效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小考点 好看完了 那接着就是司律代定部分了 司律代定我讲过 是由于能力有欠缺导致的 有可能是行为能力有欠缺 有可能是代理能力有欠缺 还有可能是处分能力有欠缺 那这边还得把握相对细节 比如说谈到这块 好这块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员签订的合同的事情 那说到了这块的三项权利 那针对这个法定代理人 他是有追认权的 针对第三人 又谈到撤销权和催告权的事情 这边得关注其中的细节 那另外就是这个无权处分部分 那谈到无权处分 得分清楚是误权行为 还是合同行为 这边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这个买卖合同的效力 得清楚 无权处分 它的买卖合同是有效的 好这个OK了 那最后就是负条件负期限的发的行为了 这个首先要能够对比的 是条件期限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说了 这条件是可能会成就的 但是这个期限呢 它是一定会到来的 所以两者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能够结合例子 相应的判定清楚 还有呢 就是这个状态的问题 到底是成立还是生效 这个咱们要学会界定 好最后就是那个有心栽花花不开的条款 这个也需要能够结合例子 相应的理解清楚 好 这些咱们统统都OK了 那法律行为部分就是这么多的知识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幅图 好好的回顾起来 这些咱们要够通过这幅图 好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